歷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當然我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的統計的話 有沒有 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你要統計的資料到底存不存在 也就是如果那個欄位存在的話 你就可以做 但是如果那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做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說像我們歷年切到折線圖 你說歷年歷年有發生日期也會 不行 因為它這個是在日期裡面的某一部分 所以你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把那個資料給取出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做什麼事情的 統計分析之前 你要先確認這個資料到底有沒有存在 如果沒有存在的話 你就把它變出來就OK啦 OK 那所以我們有黏嘛 所以接下來游標放在 這個範圍的其中一個儲存格 然後找到插入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問題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範圍對還是不對 你看一下虛線如果對的話 那你就直接按確定就OK了 理論上他會把這個範圍全部選起來 所以他選到這個工作表裡面的A1到F 所以應該是F啦 沒錯 到3681那應該沒錯 他會幫我放在這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他會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左邊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要怎麼去統計呢 很簡單嘛 就跟上個禮拜一樣 黏拖拉到列 再把黏拖拉到尺 但是因為黏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它會加總 那你要把加總先改成算數量 所以你必須把它改成計數 所以1直接拖拉到黏拖拉到列 OK 你會發現拖拉過來的第一個現象 他等於就會幫你把你要統計的年 做有點像移除重複有沒有 3600多筆資料 裡面他就把不重複的資料 幫你把它提取出來 這個叫群組啦 或者叫移除重複也可以啦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把年做一個值的計算 那你要怎麼計算呢 如果你丟給它的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會加總 所以你會發現加總出來的數量 哇 怎麼數字這麼多 那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年拖拉到這個值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的形態 所以它幫你加總 但是我不要加總 我要加那個是幾個啦 所以我要怎麼改 很簡單 請你在旁邊這邊點一下 有個值的欄位設定 那記得把它改成計算數量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在ECL裡面的函數 加總是上啦 如果是計數的話是count 實際上所以它等於是有點像 上面這個是sumif 那這個就用countif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一個是算它加總之後的結果 一個是算它的總共的數量 也就是發生在104年的 有幾個切到案件 它就出來了 OK 都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了 不過102 103好像這個資料有點物質 它明明沒有這兩年 為什麼它 所以這應該是錯誤資料 那如果假如 我有沒有看到104出來了 看起來好像有那個 往越來越好的趨勢發展的感覺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用那個什麼 直接看數字當然可以啦 可是問題好像還是沒有突來的更加的好理解 不過在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做出來結果最後還有幾個地方不完整 就是102 103不要 有沒有 這兩年好像都一個一個不可能吧 然後還有今年還沒結束 所以我今年的部分 我不要把它拿來統計的話 那我理論上我希望把這兩年去掉 這三年去掉的話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在列的標籤 右邊這邊有一個箭頭 那你如果假設你希望 把102 103不要顯示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就是篩選 把102 103打勾取消 然後把112打勾取消 按個確定 這樣留下來的部分就會只有這8年 所以104到111年的資料就出現了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 其實我們雖然有一個表格了 有個報表結果 但問題 這個直接看表格好像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所以如果要更簡單的話 接下來再結合所謂的樞紐分析圖 我先畫個圖給我看一下 那個圖我希望 也許你幫我放到右邊這邊好了 從D2好了 D2到L20好了 大概這個range 然後幫我繪製一個什麼 繪製一個折線圖在這個區塊 OK 那怎麼做 很簡單 第一個 你只要把這個表做出來 游標只要放裡面 你的上方就會出現 有一個叫樞紐分析表的分析 那裡面就有樞紐分析圖 你可以從這邊進 有沒有 這邊 那當然如果假設不用從這邊的話 其實插入圖表結果也是一樣 不過我是覺得我比較習慣從這邊去繪製圖表 那我接下來如果要繪製一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OK 那就直接從這邊點 然後去找那個 還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邊點一下 然後它預設是直條圖 那你只要點選下方這個叫折線圖 這邊有很多圖 我們用折線圖 那折線圖還有區分喔 它是這個叫折線圖 那隔壁的話叫堆疊折線圖 那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給我一個就是 就是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的話 那你可以點選第四個 那差別在哪裡呢 主要就是說呢 它會在每一個年份上方 會幫你打一個圈圈的時薪的原點 那好處就是我至少比較好對齊下方 不然的話如果折線圖看起來 好像比較沒辦法這麼清楚 OK 所以你就直接選擇這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把它放在 比如說這個範圍 第二有沒有 一直到L L的22好了 大概這個範圍 幫我大概放到這個範圍 OK 那你馬上就會有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答案的啦 其實說真的看圖 該比看數字來的容易理解吧 當然如果你假設是 你要看哪一個 當然我想看個這個表就好了 這個圖就好了嘛 OK 旁邊只是點綴式的 有或沒有都沒關係 不過理論上還是提供一下 因為其實不困難 那將來你甚至可以把這個 貼到PTT上面 如果你要做一個簡報的話 那其實就很清楚了 而且簡報裡面不用太多文字敘述 其實從圖上就可以理解 到底歷年切到治安的狀況 其實應該是不言可遇啦 OK 其實越來越好的趨勢 從那個一天 不是一天啦 一年大概接近700筆 那700筆等於是一天大概兩件 切到安件 到去年的話大概210 210的話就是一天大概就是不到一件 等於大概0.6件吧 OK 那當然比起來的話 其實進步還滿多的 而且喔 一天喔 這個台北市這麼大 居然一天不到一個切到案件 其實自然算是好的吧 OK 所以其實警察應該的那個工作應該會減少很多 不然每天如果都是招小偷的話 那警察工作其實就不那麼輕鬆 每天都要跑來跑去 OK 那當然為什麼會這麼改變這麼大 我覺得這也可以深究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那還有一點 比如說到底每一年 到底進步最多的到底哪一區 或者進步最多的 切到案件改善最多的是哪一個地方 其實你們都可以延伸去了解喔 那怎麼了解啦 其實很簡單 你在這個年上面快點兩下有沒有 如果你想要知道深入了解 每一個資料背後的這個資料 比如104年的所有資料 你就在哪裡呢 在B欄104年右邊這個儲存盒 快點兩下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把這個裡面684筆資料 會直接跳出一個工作表 在應該是在右邊吧 在左邊吧 然後會把這680幾筆資料 全部都幫你放在這裡了 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知道 104年發生切到案件 到底細部的在哪裡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點兩下 就可以看到104年所有的資料喔 那所以所有資料的話 當然你優標放在Ctrl向下 這邊就687筆資料 就會出現了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啦 假設這個你可以把它改個名稱 這個要104好了 那你就會104 105 100 每一年再去做一個比較 你就知道 每一年進步哪個區是最多的 有沒有 或哪個地方 那當然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深入再去探討 把它先刪掉了 這個是延伸的喔 那最後再做一件事 我希望把這個圖表的 當然不用做很花俏啦 可是至少喔 你不要把這個圖表的 圖的標題 至少把它改一下吧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叫 例年竊到折線圖好了 比如說給它一個名稱 例年竊到折線圖 OK 改一下好了 然後並且把這個 例年竊到折線圖的這個標題 點框框一下 然後改個顏色好了 改個紅色 改個粗體 至少會放大一下吧 至少讓它看得清楚一點 大概改個二十號字 OK 大概這三個改一下 把它稍微 標題讓它清楚一點點 這樣就OK了有沒有 至少把它改 不要說上面弄個合計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那最後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標題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呢 底下這邊叫工作表1對不對 你乾脆把它點兩下 直接把它也改名稱叫做 例年竊到折線圖 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有沒有 所以剛剛的資料在右邊 那你這個經過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又多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就是一個表跟一個圖 有沒有 最後呢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有點多餘 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圖例 OK 那這個圖例的話你可以把它刪掉 圖例的話怎麼把它去掉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點一下圖上面有個加號對不對 那個加號的話就是圖表項目都會在上面 反正你上面要不要 你要看打勾不要打勾 所以如果圖例不要的話 你就把它圖例打勾取消 這樣圖例就不見了 OK 上面這個叫做什麼呢 圖表標題嘛 所以如果圖表標題不要的話 你就要點開一下 有沒有標題不見了 再打勾就 完蛋了 Ctrl Z好了 所以也不能 如果打勾取消上面呢 有沒有 加號這個其實指的就是這裡面 所有的 它的什麼 所謂的它的零件嘛 它上面的元件 那你哪些要哪些不要 都可以在上面做設定的 那我剛剛是把什麼 把這個圖例給拿掉 有沒有 這個圖例拿掉 甚至你還可以再加一個什麼趨勢線 這個還滿做一些回歸分析 有沒有 它很方便的 直接把那個趨勢線 直接幫你畫出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哇 原來台北市的自然 真的是越來越好 真的以後是不是叫夜不庇護了 以後根本不用關門 也不用 不會知道小偷了 因為小偷也不太會偷吧 而且到底這些小偷 到底喜歡偷哪一區的這個 這個 所以下一個圖我是希望 請你幫我畫一個什麼 叫做各區的竊道比例圖 也就是我希望知道說 到底台北市12個行政區 到底哪一區的竊道案件最多 OK 這個也滿有趣的一個答案 剛剛有問過 可是有的時候你不能流於主觀 也不要流於情緒 我們還是用數字來說話 OK 所以要怎麼統計也滿簡單的 所以各區 所以我剛剛講過一個原理原則 很簡單 其實速度分析表 我是覺得還滿人性化的 你如果要統計分析 你先看有沒有個欄 我要統計什麼 各區 有沒有區 沒有區 所以你就變一個區出來 所以接下來就是加一個區 那區怎麼產生 從地址裡面 這邊不是有區 它從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插入哪一個函數呢 應該mid 所以mid的函數 然後地址在這裡 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吧 要幾個字 三個字 OK 那還好區都是三個字 如果還有四個字就麻煩了 你要想別的方法 OK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統計就有區了 有區的話 再插入一個什麼 順流分析表 那你就畫個圓形圖 那這個各區的比例圖 就會被揮製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剛好下課 OK 先下課休息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分別再完成兩個圖 就是各區的比例圖 還有第三個圖就是 我如果希望知道到底 台北市住在哪一條路 或街或道 是最容易招小偷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也是從這個地址裡面挑 那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